那天余老师说 雨晖后悔了 随时可以走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你承诺帮他的创业还做数吗 至于余老师说 雨晖后悔了 可以随时走 那天我也看了那段 这个怎么说呢 我作为一个 那家机构出来的老人 我只能说这句话非常耳熟 你们将来走进职场 也会有很多老板这样 真的其实没有必要 这也不是多阴险或多坏 就是撞 就是没劲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们当年在那教书的时候 优秀一点的 好一点的 实力强一点的 其实机构担心我们 智力门户出去创业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他不希望嘛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也没有把这些优秀的 和平庸的拉开很大距离 大家拿的都差不多 有点半大锅饭吧 对 这个导致的结果是 你不优秀 你不就信平契合了吗 对 但是你优秀拿着跟平庸的人差不多 像宇辉更惨 他是优秀拿着欺负他的庸才 拿的比欺负他的庸才少得多 还被欺负 这个是激起这么大规模义愤的原因 这是原因 所以我们在那的时候 老板也经常跟我们说 说你们谁愿意干 谁愿意出去 自己办培训机构 他说我坚决支持 会上就会讲这种话嘛 说坚决支持 说实话 启动自己需要的时候找我 那这不就荒唐了吗 一个人要独不要脸 从一家机构出来 去跟自己的老板做竞争行业 然后再去找老板要投资 不会的 不会的嘛 所以就是装嘛 你懂我意思吗 我在你这个机构打工 我现在准备出去自立门户了 这没有错 我出去找别人的钱 事实上客观上会成为你的竞争对手 我怎么会找你要钱呢 你也知道我不会找你要钱 除非我是臭不要脸 然后就整天跟我们说 你们出去我支持 你们出去的话 启动没有钱 找我一个电话的事 就经常讲这种话 当然我们谁也没有去找他 但是陆续这么多年也出来了很多 也出了好几个 在同样的教育 我是做别的行业去了 在同样教育机构 也出了那些 那个叫什么 上市公司机构 而且不值一家 所有从机构里 有的人很厉害 从机构里几乎没有带走高管 全部自己在外部建了班子 一样成事了 这是厉害的 还有一些从机构里 拉了一些同事出去的 有没有错 没有错 职业是双向选择 千万不要以为你到一个机构打工 就是他终生奴才了 没有的事 这个说得好 有的人从这个机构出去 一个人都没带 自己也成事上市了 还有一些人是拉了一些同事出去 这些上市 这些出去了 出去以后原来的那些高管 我就不点名了吧 一堆 也包含老板 说实话 说的那个难听啊 私下 但出来永远是这样 所以我个人呢 不太理解这种人生态度 对我来讲 我要是不愉快 我只有两个选择 就是第一 我就不说了 说了没有风度嘛 就不说了 但我不愉快 有这个 还有一种呢 我说了就说真诚的 要不就不说 何必讲这些话呢 肖木当年出去的时候 我就很不愉快呀 我不希望他走 然后我就挽留 挽留没挽留成 然后他就出去干了 他出去干了 他也没有说他出去干 当然我们不是敌对行业 对 再晚一点的时候 为了还债赚快钱的时候 我们也做过一段敌对行业 做敌对行业的时候 他也没找我帮忙 对 我也没去找他帮忙 但我们私下见面吃饭还是有的 对 所以真的没有必要 太通常了 比如说我正在做一家机构 肖木出去干我的敌对机构 我肯定不愉快嘛 不愉快 当然他也有权利这么做 我也能 心明气和地接受这件事 是 接下来 我再当着我们一堆同事 我说肖木 你去干我的竞争行业 启动资金说多少 一句话的事 我就给你 这个没有必要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所以这里边 所谓的雨晖后悔了 可以随时走 对 你们关注他的人 看 如果这事不发生 咱们就当没提过 如果发生 看就看一件事 你走的时候 让人家怎么走 对 如果是 现在传闻是说 要赔五个亿 这个事没有任何证据 咱们姑且就当时传闻 有媒体说 赔偿金要五个亿 才能走 想以此 吓唬住那些 想挖他的大机构 但那些机构 表态了五个亿 不在乎 因为他至少 只是几十个亿 三百个亿 认为无所谓 但最后 现在看起来是走不了了 看起来是走不了了 但是 如果你要说这个漂亮话 说后悔了 随时走 那咱们到时候 如果这事不发生 算了 如果发生 看只看一件事 你走的时候 让人家怎么走 怎么走 如果你这是 要人家赔几个亿走 也有人愿意接 这孩子想走 也能走 但是 我们也有违级 我们公司也有 所以有违约金 是正常的 但是 你要说 真的有一天 要交五个亿 才能走 那你要不要说 随时走 这种话呢 很不好 你也不是很生气的说 那你随便 你愿意走就走 这还好理解 至少真诚嘛 现在都说 他想走 随时都可以走 然后把门一关 你给我拿五个亿 这叫随时可以走吗 所以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 这个容易 容易去往情绪激动 就把门一关